然後我前幾天去一家餐廳吃飯 他說這幾天餐廳還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下個禮拜開始 下下禮拜開始 很多都被取消了啦 大家還是會緊張的啦 但如果讓CDC來硬性規定的話 其實那這個影響就太大了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疫情的一個最新狀況 要來體會一下桃園的氛圍 第一波疫情感染的時候 桃園來的啦 那個飯店那時候 Novatel飯店的時候 桃園來的啦 萬華來的啦 大家都會看到他們就談到好幾邊遠 現在桃園的狀況是怎麼樣 今天我來錄影前 我還看到好幾個 我們的活動中心 那個打疫苗的打氣非常的熱烈 排隊排的常常 足足超過兩三百公尺 這個長長的人籠 這個在 現在大家要衝出來打疫苗的啦 可以這麼說啦 那我也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就是其實在之前 政府一直呼籲大家打疫苗 不管是接種第二劑 或者是符合第三劑接種資格 可以接種的時候 大家其實有點懶懶的 皮皮的 那可是等到這一波桃園的機場群聚 已經擴大到六七十例以上了之後呢 那現在幾乎大家要衝出來打 今天鄭文燦禮拜六 防疫記者會的時候又宣布 再擴大採檢六百人 所以其實這樣加加起來 已經一萬七千多一萬八千人了 那這一波採檢我看到的是 幾乎都是在我們南區南桃園 剛好我就是在駐南區南桃園 在中立平鎮 中立平鎮其實是隔壁的 就是黏在一起 就像中永和一樣 其實很難很難去細分 有時候這邊一條路 對面中立這邊就平鎮 那所以當桃園這個 在集中在這兩個區爆發 這個所謂的群聚的之後呢 你要知道這兩個又是人口密集區 中立的人口有四十五萬 平鎮的人口有二十三萬 加起來快七十萬 所以再加上學校金融機構 然後餐廳百貨公司 商圈夜市早市黃昏市場 就傳統特別多 而且就是選很多的學校區 文教區 所以你這樣一擴大起來的時候 就會有點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我這兩天應該說這三天 其實在討論的時候 就看到說很多地方 包括那個聯邦銀行中立分行 還有西提牛排附近 本來是車水馬龍 西提牛排是中立車站那邊喔 可是中立車站這邊還是有人啦 因為還是要搭車嘛 另外一條街本來假日 呃星期六星期天 都應該是有很多外籍移工 朋友們放假 他們會走到那邊逛街 我今天早上特別繞過去看 沒有人在那邊逛街 有警覺性了 沒有人去逛街 西提牛排也拉下沒有營業嘛 現在人潮最多的地方 就是打疫苗的排隊處 對你好聰明 就是打疫苗排隊處 然後前兩天是採檢站 也很多人 那慢慢的 現在因為採檢站的人 也差不多多了 也都該採檢都採檢了 所以現在是打疫苗的幾個活動 而且我們我們中立平鎮幾個地方 還加開了七個採檢站 跟疫苗的這個施打站 所以還有包括我剛講的 聯邦銀行中立分行 他那個地方離践行科大很近 那一條的叫做践行路 是在中立後火車站 還有龍岡路那一帶 簡直變得跟鬼城一樣 這昨天 所以人自主性的不出門了 大家都不出門 然後店都拉下來了 我朋友也有在那邊賣滷味啊 他說他就休一個禮拜好了 他說不會有人來買的 他說以前宵夜可以做到凌晨一兩點 他說現在不可能了 而且你要知道 那邊要去那個中立龍岡 龍岡很有名 你們大家都吃過阿美米乾吧 阿美米乾就是在我們龍岡地區的 那個雲南美食 這個過橋米線 還有那個阿美米乾發跡出來 那每年過年這個時候呢 我們從那個建行分行 那個建行路啊 要往這個中立龍岡 這是必興的道路 然後到了龍岡之後 中正市場 上個禮拜 記不記得中正市場有陶基 剛剛瑞德大哥 和弘醫師弘副院長在講的時候 說什麼陶基群聚 有這個手推車的 還有居服員什麼 然後不是有一個人 跑去中正市場擺攤兩天嗎 導致中正市場就出現 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大清消 現在雖然恢復營業了 可是人還是很冷清 以往這個時候 一月中快要到這個過年前 大概一兩個禮拜 甚至前半個月到一個月 都是半年或採買人潮 我剛剛說那邊很多雲南美食 還有很多的這個 少數的這個民族 還有包括穆斯林的那個 都愛去的地方 結果這幾天 在那個中正市場龍岡 還有往這個漸行路上面 幾乎都是一樣 除了路過的車輛之外 你看不到多少人氣 市場也一樣 所以讓大家看了覺得 是有點膽戰心驚 因為大家還是會怕 其實也不用太害怕 我們要跟桃園呼籲一下 因為現在相關人事 其實都匡列了 對 那沒有匡列的 應該基本上就還有安全 傾銷大概兩三天嘛 沒錯 所以其實大家還是可以出來 只是你要做好防疫措施 口罩要戴好 口罩不要拿下來就好 全都也希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